这几个玩水的小实验,你一定很感兴趣 用油性记号笔在盘子上画几个小动物 浇上水轻轻晃动 你会看到小动物一只只都活过来了 拿出洗洁精滴一滴在水里 小动物们突然四散逃窜 把蜡烛放在水里点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蜡烛不但没熄灭,反而神奇地在水下燃烧 在杯子里倒入水,并染上颜色,方便观察 接着倒入糖浆,核实用油 然后往里面分别放入罗帽,葡萄和瓶盖 它们居然神奇地分层了 红黄蓝三种颜色的液体分别用纸巾相连 随着颜色的叠加融合 你会得到紫色和绿色的全新溶液 如此有趣的科学小实验 何不亲自动手来检验 盘点那些让你惊掉下巴的科学小实验 你能想象葡萄糖酸钙片燃烧之后 居然能够神奇地召唤出两条黑色巨龙 普通的牛奶中倒入颜料 在中心滴几滴洗手液 你就能够看到混合色彩的剧烈运动 宛如盘古开天辟地混沌的宇宙 蜡烛用热水融化之后 浇入冷水之中 一朵朵棉花一样的蜡烛云彩 就被你制造出来 是不是很神奇 水为什么会自动吸入瓶中 用最简单的道具玩最有趣的游戏 首先你需要在瓶带上接一根软管 然后把热水倒进瓶里 水不要太烫避免烫伤 等待一分钟之后 戴上手套倒出热水 把瓶子倒放进水中 由于瓶子内外形成的压力差 水就被大气压压入瓶中 这么有趣的科学小实验 何不亲自动手来检验 爱上科学的孩子 想象力究竟有多强大 把试管放入水中 随着水灌入其中 我们惊奇地发现 试管居然隐身不见了 如何用到扣的酒杯 拿起乒乓球 你只需要像这样轻轻转动杯口 细线挂着戒指进入水中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绳子就像从中间断开了一样 怎样把纸放进水中 但不能打湿 很简单 把纸揉成团放进杯子中 然后把杯子倒扣进水里 就像这样 这么神奇的科学小实验 何不亲自来检验 几个超帅的科学小实验 爸爸都不一定知道 一 脱下姐姐的袜子 套在瓶口翻转瓶子 瓶子中的水 居然被封印住无法流出 二 在矿泉水瓶身扎几个小孔 凝动瓶干 你就得到了一个可控微型喷泉 三 盘子上用笔画一颗钻石 浇上一些水 你能看到钻石飘了起来 用手轻轻靠近 钻石就转印到你的手上 四 牙签从中间折断 摆成这样的形状 在中心滴几滴水 它们居然慢慢伸出手 连在一起形成一颗小星星 更多超酷科学小实验 等你来检验 就饮料瓶别再扔掉了 教你做个无线循环小水车 制作方法很简单 先把两个饮料瓶像这样粘在一起 第三个瓶子 瓶身开一方槽 方槽正下方两边 各钻一个孔 两根吸管接在一起 穿过开孔的瓶盖 和第三个瓶子底部的小孔 粘贴牢固 接着在第二个瓶子 这个位置各钻一个孔 用吸管相接并密封好 最后再用一根吸管 把上下两个瓶子连起来 水车主体就做好了 我们再用吸管做出小水车 装在上面瓶子的水槽上 水车完成开始加水 等最下面的瓶子里的水 装满四分之三的时候 翻转整个装置 让水流入竖着的瓶子中 最后我们只需要 在上面的水槽中加一杯水 无线循环小水车 就自动运行起来了 爱上科学的神奇 给孩子打开吃吃的大门 热爱科学的孩子 成绩一定不会差 难一点妈妈做馒头的小苏 打加点白醋 两者反应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这些看不见的气体 能轻松将燃烧的蜡烛浇灭 细铜丝两端栓上重五 挂在冰块上 由于铜丝较强的热传导效果 你几乎能用肉眼可见的速度 看到冰块被铜丝切割开 点燃的蜡烛放在玻璃罩里 火焰很响 玻璃罩挫开一条细缝 在空气强对流作用下 你会看到一条火焰巨龙腾空而起 这些科学的小实验 给孩子从小种下科学